每个人都有生老病死的一天 而在等到生命即将进入尾声的时候 哪些人又在想什么呢 或许是不要给孩子增加压力了 又或许是好好珍惜和亲人在一起的日子 但客观来说 很多人都是带着遗憾离开这个世界的 毕竟人生在世 实现梦想并非容易之事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还请在有生之年做一回真正的自己 就比如今天说的这位老人 他就在儿子的欺骗下 从鬼门关走了回来 活出了潇洒 也活出了真正的自我 此人就是顾全平 2015年顾全平得到医生的诊断结果 癌症晚期 这对他对家人都是不小的打击 此时儿子顾一突然提出 带父亲出国的想法 并成功说服了顾全平 直到88天后归来 顾全平整个人大变样 包括医生也很震惊 那么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等爷爷奶奶好了 就让他们来澳大利亚看看我吧 说出这番话的 正是顾全平的孙子 此时孙子正和顾一讨论二老的身体 尤其是顾全平 他已处于癌症晚期 几乎要数着时间过日子了 本来这个在外留学的孙子 打算回国探望二老 但因学业问题 家人并未同意他的想法 现在顾一正口头安慰他 想让他稳定当下学业 却不想 儿子突然提出要两位老人出国的建议 看似无意的一句话 忽然点醒了顾一 两位老人在江苏老家农村里 过了大半辈子 一直没机会出来游玩 这次或许是个好机会呢 想到这里 顾一立刻放下手头工作 接下来着手准备出国事项 在这方面 顾一是有较多经验的 毕竟他是北大毕业的学霸 工作这些年去过很多地方 收入待遇也很不错 所以有充分的资金 带父母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只是问题来了 父亲能同意他的想法吗 顾全平在老家待了一辈子 早已习惯省吃俭用 要是让他知道坐飞机出国 以他节约的心态 必然是不能成的 所以顾一将孙子给搬了出来 顾全平爱孙心切 想到自己命不久矣 如若能在有生之年再次看到孙子 那他就不会有遗憾了 想通之后 顾全平便答应了 而这一切顾一则全都看在眼里 他趁着这个机会 赶忙订好了去澳大利亚的机票 家人略做收拾 就可以踏上飞机 不过外人对此表示很不能理解 顾全平都已查出癌症晚期 坐飞机高空飞行的话 他的身体可能会无法承受这般高负荷 对此顾一思考良久 不过他最终还是选择冒险一事 如若成功了 父亲的心态说不定能有很大变化呢 顾一做的这些都是有理由的 父亲明面上不愿意外出旅游 但他知道 这都是为给他省钱找的借口 就比如早些年 顾一要带两个老人去北京游玩 母亲倒还好 父亲却拿出各种各样的理由 堂次故意 以表明他不愿出席的想法 所以最后 只有母亲来到北京 他看了祖国首都的辉煌气派 也去过长城领略风景 以及各种各样鬼斧神功的自然风景 母亲还拍上很多照片 这些照片 最后都被打印出来带回家了 回到老家后 母亲不止一次向父亲炫耀他的成果 并对这次旅行表示非常满意 顾全平明面上没有说什么 但暗地里会经常拿照片看 眼神里的羡慕都已快要溢出来了 如果不是一次意外发现 顾一可能真不知道父亲的心态 所以这次出行 他不会给父亲松口的机会 着手把机票买了 并将老人骗去了飞机场 顾全平就这样坐上了飞机 顾一给他选择一个靠窗边的位置 这里能浏览外界美丽的风景 体验感较高 顾全平就这样趴在窗边看 这是他第一次坐飞机 眼神充满了好奇 不过飞机之行很快就告一段落了 顾全平在儿子的带领下见到了孙子 也孙二人看到彼此的时候 嘴角都无可控制地咧了起来 孙子告诉他 这里是澳大利亚比较繁华的城市 除去平常上学外 他经常会和其他同学们去街上逛逛 街头文艺特色很多 和国内的街头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顾全平听孙子说的有些心动 不过他很快掩盖住 收拾好东西后 就陪孙子去上学的地方 来到这个颇有活力的环境 顾全平的心情都好了很多 他心里暗暗感叹 现在孩子们的生活条件都好了很多 也能在一个欢乐的氛围中学习 比他们那个年代幸运很多 就这样 顾全平慕送的孙子进了班级后 接下来他便要整理东西回国了 回国养护身体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但顾一却并未按照原定计划安排 只见他从其他地方租借来一辆房车 并让老人们上车 想带着他们去其他地方逛逛 听此顾全平才意识到问题 原来一直以来 顾一都以看孙子为理由骗顾全平 如今好不容易来到这片土地 短时间内必然是不舍得让他离开的 顾全平有些惊讶 他从未想过儿子会先斩后奏 问了儿子 才知道故意老早就做好了准备 自从顾全平生病以来 整个家变得十分压抑 父亲遭受病痛的折磨 经常贪睡在床上 精神状态变得非常差 在此之前 顾全平已从医生处得到检查结果 未来晚期 想要多活一段时间 就必须化疗处理 这个过程对顾全平来说 可以用非常折磨来形容 他原本一百多斤的身体 一下瘦到了七十多斤 整个人看起来相当消瘦 看到父亲这样痛苦的模样 顾一心里十分自责 但在病魔面前 他一个普通人又能怎么办 后来顾全平回到家中疗养 他变得郁郁寡欢 饭菜也很少吃了 每每看到这一场景 顾一都会心情低落 该如何缓解父亲糟糕的情绪呢 这个时候 他想到了电视节目 于是特地从外面购买一些 搞笑类型的电视蝶片 并多次建议夫妻观看 顾全平有时候待着太过无聊了 便听从儿子的意思 开始看起了蝶片 却不曾想 这些电视内容竟如此有意思 顾全平经常被逗得乐呵 有时候心情一好 饭量也好了很多 见父亲有明显的好转 顾一便在心里琢磨着 之前听医生说 精神疗养会给身体带来一定的好用 只要父亲开心了 心态一好 说不定问题就能得到缓解呢 于是顾一逐渐花费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 看着父亲偶尔露出的笑容 他心里倍感温暖 正当地想着 怎么让顾全平保持好心态时 儿子打了电话 想让一家人去澳大利亚看看 顾一结合了生活中父亲的状态 于是毫不犹豫 将此事推上了进程 到了澳大利亚 顾全平才知道自己被骗 不过既然是已至此 他便没再过多阻挠 继续跟着儿子的步伐前进 两位老人和顾一 在澳大利亚生活了88天 这88天里 顾一带他们领略了澳大利亚的自然风光 和生活习俗 待到时间差不多 一家人便踏上回国的飞机 这次的旅行正式结束 回归正常生活后 顾一便带着父亲去找医生 这次打算检查一下化疗结果 如果还有负面影响 就继续做化疗 结果很快出来了 医生表示非常惊讶 原来顾全平的胃部结构 已有缓和的迹象 曾经的大片伤口 都快恢复成原样 明显是便好了 医生表示不能理解 如果按照正常计划来看 顾全平此时已经不在人世 哪还有和医生再次见面的机会呢 但就现在来看 顾全平不但能活下去 而且还能在营养跟得上的前提下 多支撑几年 这个结果让大家很意外 不过更多的是喜悦 尤其是顾一 他非常感谢自己当初做的那个决定 如果可以的话 他以后愿意带家人去更多的地方 不仅如此 现在顾全平的情绪也好了很多 在澳大利亚的这88天里 他的精神状态有极大的乐声 且都朝着很好的方向发展 澳大利亚的生活方式 和中国有很大的区别 在这里 顾全平在儿子的带领下 逐渐适应新方式 一向羞涩的他 竟然开始学习弹吉他 每次和当地居民们一起 享受音乐的时候 他都会很满足 随着一段时间的推移 顾全平的弹琴技术 有很大的变化 看得出来 他很喜欢这类乐器 并想要一直学习下去 而对于吉他的热爱 顾全平已蔓延到 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比如有一次 顾全平竟然在 故意不知道的情况下 跑到公众场合弹吉他 他享受着 澳大利亚居民们的热情回应 像极了舞台中央的核心演员 不过 当时故意吓坏了 他担心两位老人 在以国他乡出现问题 直到出去后不久 看到父亲被众人 关注着弹吉他的样子 他心里暗暗吃惊 父亲竟变得这样 开朗乐观了 或许是受到澳大利亚 民风民俗的影响 顾全平懂得了浪漫 懂得了享受生活 他的心境变得平和起来 对待生活也更积极了 不仅如此 顾全平还尝试了一把跳伞 他一个患有胃癌晚期的病人 就这样在一国他乡 选择这等刺激的娱乐项目 确实让人很惊讶 如果他的身体承受不住 该怎么办呢 顾一并非没有想过这个结果 但他见父亲兴趣昂然 想着便由他去吧 最后结果也如大家看到的这般 顾全平感受到跳伞的刺激 且身体并未受到影响 而且娱乐结束后 顾全平的胃口也变得大了很多 时间一久 原本70多斤销瘦的身体 也逐渐长了起来 尤其是顾全平老太的面庞 竟难得出现了红润 医生表示 顾全平只要保持当下这种状态 就能多维持一些寿命 对家人来说 这无疑是个好消息 而顾全平的脸上 可露出更多的笑容 接下来的生活 他会全身心陪伴家人和爱人 尤其是妻子 每次一想到妻子陪伴自己大半生 却没得到该有的幸福生活 顾全平内心愧疚不已 得知父亲的遗憾后 顾一也为二老牵线搭桥 暗示顾全平做一些浪漫之事 比如在澳大利亚期间 顾全平深感国外 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 感受外国夫妻之间的 恩爱相处模式 心里甚是羡慕 不过 中国人骨子里的内敛 使得顾全平不敢踏出那一步 最后 顾一为父亲出谋划策 并给予他很大的思想劝说 最终顾全平勇敢踏出了 施爱的一步 他当着众人面向妻子大胆求婚 再尝着无不鼓掌祝贺 那一刻 妻子感动地成了类人 想到夫妻二人 已度过快五十年光景 如果顾全平身体康健 他们的后半生必会十分幸福 好在后期发展超出了众人的预料 顾全平的精神世界 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并帮助他战胜了生理疾病 他可以牵手妻子 幸福美满地度过五十周年纪念日了 可以说 顾全平夫妇 能有这样幸福的晚年生活 和顾一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正所谓 百善孝为先 顾一用行动贯彻此道理 为了父母不留遗憾 他甚至短暂地放弃了高薪工作 带家人出国旅游 毕竟 生活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社会环境里 88天不工作 或将意味着损失良多 但付出总会有回报 顾全平的身体恢复康健 就是最好的成果 也许生活会给我们带来诸多压力 但不论何时 也请希望能抽出空间时间陪伴家人 正如顾一这般 同样 顾全平的故事也告诉我们 好心态决定人的一生 有时候甚至能创造奇迹 但愿各位都有好的心态 好的身体 平安顺遂地活出自我 好心态决定人的一生